从前有个女人 她心里有一个忘不掉的男人 于是她遇见人就问 怎么才能忘掉她 反反复复 终于有一天 她听说远处深山有个大师 专度凡尘俗事 她无比激动 立即就上山去了 见到大师后 她急切地将来意和经历讲了一遍 女人说的是滔滔不绝 大师没有打断她 就坐在一旁 闭着眼睛静静地听着 直到女人不再说话 这才睁开眼睛 地上茶水 看着女人期待的样子 转身反而去问一旁的小童 今日可否有被写经文呢 小童乖巧 连忙答道 回师傅 有的 徒儿每天都不敢怠慢 大师点了点头 又问 那你是如何记下这些经文的 小童不晓得大师 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就回答老师 多想多念 自然就记住了 大师点点头 又说 那为师让你忘了这些经文 你要如何做到呀 小童一时被问猛了 想了半天说道 我也不知 但是既然多想多念 可以记住 那或许不想不念 便是忘了吧 小童说完 大师才看向女人 施主 你逢人就问 见人就说 有哪有要忘掉的意思呢 就连我的小童都知道 不想不念就能忘了 你又是在执着什么呢 在我看来 施主并不是想忘了她 而是觉得如今的日子 不如从前那般快乐罢了 女人听了大师的话 默默地走了